据美国周刊报道,55岁的尼古拉斯凯奇,在3月23日,和日裔化妆师女友Erika Coyck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短短4天后,就申请撤销两人的婚姻。 两人在周日申请结婚证后,当天就举办婚礼交换了戒指。 据报道,如果凯奇的婚姻申请,已经无法取消,两人就会接住走离婚城市。 34岁的Erika Coyck是奥斯凯奖得主,尼古拉斯凯奇的第四任妻子。 两人去年4月,才在波多里个度假时,被拍到开始约会。 不到一年时间就宣布了结婚。 尼古拉斯凯奇,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父亲是意大利的文学教授。 母亲则是德国和波兰混血的舞蹈家。 她之前,分先后与影星帕特丽夏阿奎特・Patrisha Arquant,猫王的女儿丽莎玛丽,普雷斯利利利莎・Mary Presley,即含义女子金融精 结过婚。 他和前妻金融晶,前女友Christian Fulton分别育有一子 大儿子今年已经28岁了 他的第一段婚姻,维持不到一年就分居 两人纷纷和合了六年才正式离婚 离婚第二年 他又迫不及待和猫王的女儿,走进了婚姻 这次只持续了三个多月 离婚诉讼却持续了将近两年 打官司的时间比结婚的时间还长 到和第三任妻子,韩国女友结婚时 他一度非常得意 对卫报表示自己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走出本国邮政编码的地区结婚 这位韩国女友之前在洛杉矶餐厅和夜总会工作 尼古拉斯凯奇一度认为 韩国人叫他女婿特别有趣 自己仿佛和一种异域文化结婚了 但很快 他发现了不合适的地方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他向《泰晤士报》的记者说 自己感到在韩国被排斥、误解和孤立 他再次决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女友闪婚时 已经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结果第四段婚姻四天就宣告失败 翻译 故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